音樂 他在惡性腫瘤裡面 他其實是算罕見疾病 目前因为大家做胃镜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常常都是在胃镜下面看到 有一个黏膜下的肿块 然后再做切片才发现的 我当初其实也没有特别什么样的症状 结果住院就进去里面就做了一大堆的 全部的那个治疗 那我在那边的话 他就是讲不出你到底是什么 他连那个癌细胞都早很久 我们刚刚讲日常生活经验就是跟情绪有关 情绪的作用或自律神经 其实就是高度与肠胃的运作相关的一个状态 我在整个治疗过程里面 我大概就是差不多七个月之后 我再回去 回去就是其实那个是药商提供的那个正直摄影 因为他们也很想要发现你用这个药或者是照顾 对 那我去做 他就安排我去做正直摄影 结果他去正直摄影 他就说 没有活体癌细胞 就等于是痊愈的意思吗 七个月之后 对 七个月 对 那是我第一时间就是碰到许医师嘛 那我本来是可以活三个月而已嘛 本来是想说可以三个月 是 那个医生其实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因为肝已经有4.5公分了 其实肝癌大概都三个月就 对 对 所以七个月 本来是预期只能活三个月 对 结果七个月之后去做正直摄影 发现没有活体的癌细胞 对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啦 对 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 还好刚好碰到你 是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GIST 就是肠胃到肌脂瘤 那其实我也碰过蛮多个案的 那甚至有些个案比四美 其实是更轻微的个案 好可是 我就一直以为 这种其实是很可以疗愈的 就发现其实病不然 好 其实有一个个案也是 怪病不容易疗愈 也吃了很多的这个Glyvac 是 然后也甚至也做了外科手术 那最后还是转移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是每坐在这里 其实真的是对我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好 对全世界的 不管是所谓的GIST 肠胃到肌脂瘤或甚至是癌症的患者 其实都是很大的鼓励 你看一个那时候已经都转移出去肝脏四颗 最大的4.5公分 而且是化疗放疗都没有效 只能手术切除跟标靶治疗的一个疾病 那个时候还不能手术切除 对那时候还不能手术切除 那竟然它是本来三个月后 之后会死掉 结果竟然是七个月之后 做正直摄影没有活体癌细胞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为这种所谓的身体的自我免疫力也好 真的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正面的一个鼓励 对它真的是可以发生的 听起来很神奇 我这个其实我那个医生他看到我 他也都跟我讲说 你是我看过活得最久的 对你看现在从2005到现在2020 已经15年了 他每次看到我都说继续努力就好了 对而且已经当从48岁到现在当阿嬷了 对啊对啊15年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七个月真的是让你觉得 我想医生应该也都吓一跳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这样的过程里面 好像还有复发过的一个状况 对吗那这个部分 那是应该是前几年 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 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 可是因为就是这样子 所以会定期 因为我那个医生有帮我 做成他们的学术研讨 其实碰到我的话 比如后来我有去开刀 我的外科医生也把我的资料拿去 之前是血液肿瘤 血液肿瘤科的 对那其实这几年我也碰到很多那个 肌脂瘤的跟我同样用同样药同样的症状 其实他都没有当初我那么严重 可是我发现他们一个一个走了啊 其实我当初其实有想说 其实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 其实真的帮助我很大 因为会 好 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刚才大家听起来好像市美的案子 案例很神奇 而且到底是怎么疗愈的 但是从许一世的观点来讲 因为我认识市美也大概15年了 我还记得那一次是在台南成大的演讲 那天还是台风天 对对对那天台风天 而且那次是巴巴水灾吗 是什么水灾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我记得那次好像 我忘记了 我到台南去 我不知道是那一次还是另外一次 我就坐着这个长城巴士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都有看录影代码电视 对对对 播一个影片叫雷霆战狗 我就在睡觉 所以发现 为什么这个巴士开到海边了 其实他没有开到海边 他还是在高速公路上 旁边都积水了 因为水灾全部淹上来 就只是一台 只有一条高速公路 上面的车子 两边全都是水 我记得是在那样的一个台风天 市美来到台南成大 但是从那一天 我觉得也很感谢他有一个先生 不管徐医师到台南到高雄 他始终一直都在参加读书会 然后先生也都一直陪他学习 然后每个月徐医师两次 来聊团体 各方面一直参加 而且各位知道 他到今天都还在学习 对 他变成我们台南分会的辅导老师 在那边甚至带团体 鼓励很多人 对 所以很多人以为身心灵的学习是一时的 其实不是 当年他的那个投入 他的那一种积极 让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去改善 包括去处理 跟他先生之间 等一下他会补充 他的家庭 他的婚姻 那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以为 身心灵的疗愈只是疾病的疗愈 其实并不然 我记得那时候市美 他接触到的时候 他就觉得 怎么会有出现徐医师这种怪人 怎么会有人说癌症是自己创造的呢 可是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对的 那癌症是我创造的 那我一定也有能力让它好起来啊 对 所以很多人看到的是负面 他看到的是正面 既然我内在身心灵的潜能 我有能力让自己生病 那我一定有能力让自己好起来 对 就像赛斯心法讲的 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 所以我就看到市美那种 眼睛像看到光亮的那种感觉 然后整个好像 找到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只是疾病的疗愈 是整个生命的翻转 包括后来他的婚姻关系 他的夫妻关系 统统改善了 我觉得这才是整个疾病的 全面性的一个疗愈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徐医师讲到 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 就是 其实我们在身心灵的学习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去治病 对 其实 市美刚才也提到 就是他听到的 他听到徐医师演讲 在讲生命的意义 对 其实跟他的疾病 其实已经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了 而是说他在找他自己生命的意义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比较重要 对 所以 我觉得徐医师刚才讲 我真的非常认同 而且他是必须长期去学习的 长期浸泡在这个里面 那主要其实还是会来认识自己 那刚刚的确就是徐医师也说了 市美的婚姻 这个亲密关系也是很精彩的 刚才我们在 刚才的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 也听到他讲过很多次 提到很多次他的先生 对不对 所以我想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故事 那市美要不要跟我们谈谈 你的家庭的婚姻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我的那个成长过程 跟那个疗愈过程 都还蛮经典的 对 那现在讲说 就是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如果要从小时候开始 就是我有讲说 我的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差 可是我是在家里排行老三 那当然就是传统还是那个中男轻女 中男轻女 对 那我从小个性就很强很傲慢 因为第三个 第三个女儿 那下去中男轻女 那偏偏下面那个就是又是弟弟 美颂 一肚子鸟气 我其实到差不多六岁的时候 我不太愿意开口 你说六岁的时候 你看那累积多少了 对 一肚子气在里面 所以人家 我是伯母都叫我 因为我有一个 美嘛 他就说野狗味 他们会加个哑巴 然后再叫我名字 那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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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才会回他说 你比较小 我是伯母 可是他是 对 就婴儿床 他就叫你在婴儿床上 那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说 隔壁 我们后门那边 就是有一个阿桑 他们就炸货店卖糖果 他会觉得我 歪也不吵也不闹 他就觉得你很开心 每天都在哪个地方 所以他会给我糖果饼干吃 对 那你想我递出来 整个情况都不一样了 对啊 那我就想看在 所以那这个是我去 进入赛斯学习的时候 再回去看的时候 我才懂这个 不然我之前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 那你看我们内心隐藏 有多少 多少的那个 愤怒在哪 愤怒在哪 都很难发现 那如果说父母 经济能力不好 反正大家都很差 就算了 可是经济能力好 一定会分配上 一定会落差 因为重懒嘛 就一定会请请你 买回来的 那个口风琴 也不可以能买给我的 就是一定是买滴滴的 那他当然比我小 不会用 一定是我拿来用 那我拿来用的时候 他一定是 不是被骂被指责 不然就是被 父母讲说 那个不是要买给你的 大概有可能是这个样 很伤心 对 那其实以前也不是很懂 那内心其实有一个觉得 身为女生就是被遗弃 被遗弃的那个 憤怒 那我叛逆 我的叛逆 就是 我很小的时候 除了 那个不讲话 也不讲话 来回应之外 我还 人家看到我很可爱 说要把他 给他当小 我就 就到他们家去 我就不回家了 就是要给人家 通常都是人家把你送出去 才会真的被遗弃 可是 我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我就觉得 我不要这个家 我 其实这个是后来 我才理解这个道理 我 我一直以前 所想的是 我 我身为女生不重要 我是被遗弃的 那个人 我后来生这个病 但是我是后来才知道 这个 所以 为什么我碰到许医师 我学习賽斯心法之后 我厘清了很多以前的 那些想法 不然你看我从小的时候 判死我原生家庭 对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 你看 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会懂得叛逆 我不回家 我爸还回去 还去把我带回去 说我们又不是养不起 我们怎么可能 把小孩一直带回去 对 那 这个就是 那当然中男轻女 一直分配那个 当然是 就 你看 家里不是没钱 我小毕业的话 妈妈就说 祖父母特职没努力 就叫我 我小毕业就不要读书了 我想说 什么跟什么 哇 结果我们家 男生也没读什么书 结果一直想要读书 他也不是 可是 对 我就说了 我差不多高中 毕业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就说 你不让我读我 赚钱自己读书 嗯 我从而 我比较那个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要 对 依赖自己 所以我有苦 我不会回去家里 找 找父母依赖 所以一路以来 这个就是 原生家庭之后 对 那我如果说我进入了婚姻生活 我进入了婚姻生活 那更扯了 原生家庭只是内心的愤怒 那因为家里经济基础还OK 对 所以父母可能口语这样子讲一讲 对 那至少 你就拖着拖着 那因为我带着这样的一个重男轻女的信念 进入一个婚姻 我说我老公他们家里就是 算是困境 嗯 嗯 是 因为他爸大概 应该 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 有高血压 高血压 嗯 那他在修手表 那高血压了之后 手就会抖 所以那个行业就 没做 所以经济上就会 就出现困难 那所以我老公他是十几岁高中 他就要想办法赚钱 那他能力一健康 可是更 更那个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去挑选一个这样的 一个生命 生命经验 是 嗯 我说我的叛逆 就是 除了小时候这个样子 那走入婚姻 我就是那个叛逆个性 所以让我在婚姻生活里面 嗯 也吃尽了苦头 那你跟你先生 有没有哪一些互动 可能 可以举一个 一个例子给我们 那例子太多了 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说 没有 我就从开始结婚讲起就好了 嗯 结婚哪有旅车不下 不下 哪有 哪有新郎不下旅车去接女生的 因为你不被迎娶 你就完全不被重视啊 因为有时候 那我们婚姻里面也会有那种 那个power struggle 好像我下来迎接你 就好像以后会被你踩到头上去 对 然后她又是因为 从小家里重男轻女 又过度的大女人主义 对 所以从结婚的那一天 她就 她的那个兼业细胞 有没有 那知道那个 腸胃道 其实流出来自的那个 结律细胞 就开始 就错乱了 就错乱了 对 那个腸胃道就要开始加速蠕动 老娘今天结婚第一天 你没有下来 车子迎接我 你死定了 对 这以后还得了 真的 你死定 以后婚姻你不会有一天好日子过 真的 对 对 对 她就是这种 不会再放过你了 可是我 其实我还有一个 我还给她机会 我给她三次的机会 她还是不下来 这个东西还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 我碰到的就是一个 非常的不重 就是不重 重视女性的这个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 进了 进门第三天 第一天结婚 第二天回门 第三天还新娘女婦 第三天就跟我讲说 你明天六点要起来煮早餐 晴天霹雳 我为什么要早上起来 但是我也不行 我没有办法那么早起 我真的想什么跟什么 我没有 对 嫁给你们就已经那个 为什么 结果我还 看下你就不错了 对 还有那种就是说 他们吃完饭吃一次之后 还去叫我房门叫我下出来洗碗 我咔 这不能接受 所以我就想说那个中男轻女的这一件事情 一直 我一直背着你知道吗 我一直背着中男轻女这件事情 好 我再举个我知道的例子 因为先生好像是在银行工作嘛 然后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是跟公婆住 然后先生就把他取过来 就跟市美说 等我银行的这个资格考 就是 因为我嫁给他的条件就是 我要搬出去外面住 对 嫁给他要搬出去 后来嫁过去 先生就说等我考试过了 这个 什么叫 升等考 之前是 之前是三个月是传统 传统习俗 先租三个月 对 之后就找了一个升等考试 升等考试 我升等考试 你不要烦我 因为我们是夫妻嘛 我升等考试过了 我们再搬出去做 对 就只有一考 二考三考 就考了十几年都没过 考了十几年都没过 同样的客体 有人银行的 升等考十几年没有过吗 你不要讲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 这是一个拖延战术 对 全都大家都写对 但是名字写别人的 对 然后一拖就十几年 那你看那个 市美的那个冷气吞出 真的 我跟你结婚那条件是要搬出去做 对 结果你跟我一拖再拖 我拖了十几年 哇 忍性吞生不能带人 你看那个人家 所以我老公你贼 你看会不会让人家生病 真的 你看这个肠胃道肌脂瘤 会不会发生 你看 而且他又是这种 这样个性 这样个性的人 对 他怎么忍嘛 就是就是就是 意思是说老娘我不跟你过日子了 真的 可是先生又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看先生这样子 如果你们真的看到这个先生 你会觉得这个先生 这世界 提灯笼哪里走啊 其实大家都不了解真正的市美 真正的市美的内心其实是 很渴望得到爱 而且是温柔的 嗯 他用一个好强的 不屈服的 可是他内在其实是一个讨爱的 依赖的 而且实际上是很感恩他先生 是是是 他其实是一个这么强烈 巨大的冲突 对 可是他就很气他先生 为什么不懂他 嗯 对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创造这个疾病 真的 其实他内在是想讨爱 对 内在是想要鼓励他先生 对 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是 既然你这么忍气吞声 让人家折磨你 对 那我就要加倍折磨你 嗯 既然你这么忍气吞声 他先生为你的原生家庭服务 对 然后你姐姐有精神问题 就要带他从南到北找宫廟 嗯 那么我就要用更大的麻烦 来折磨你 对 那可是其实我是心疼你 是 其实我是舍不得你 可是我表现出来的方法是 我要用更大的方式来折磨你 来让你停止 这样的一个自我虐待 可是先生 全部通通忍耐下来 哇 那最后 只好用自己的生病 来 打破这个局面 所以是想要给先生很多的提醒 对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生病之前 跟生病之后的思考逻辑 因为生病之后就遇见了徐医师 是 或者跟了学习之后 是 才有不一样的认知 才会去看到这些 所以他说七个月就很快就好钱 因为其实那时候 徐医师其实有一个嘛 就是我们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力量 就是你身体生病 其实是心出了问题 我就觉得对 没有错 我根本身体不是有问题的 那时候我第一时间 我就接受这个东西 是 身体生病不是身体的问题 我知道很清楚的 就是说心里先生的病了 是 大家有没有听到问题的关键 当市美被宣布是末期癌症 肠胃道肌脂瘤 转移到肝四颗 最大4.5公分 当然他除了接受 正统的医学治疗 医学的诊断 那该吃的 Glyvac 要把药也是在吃 可是他第一时间自己做的事 我要来探索我的内心 对 其实我是健康的 其实我的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 是 其实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 对 所以他开始全力以赴的 去化解他的痛苦 是 全力以赴的 去跟他先生面对 好 那这里我要再强调一遍 很多人以为说生病之后 夫妻就不要吵架 对 其实刚好相反 生病之后 他夫妻越吵越凶 可是这个吵的凶 不是为了伤害对方 是为了凸显问题 是 好 这里我再举个例子 你说市美的时候 跟先生参加团聊 每次团聊 就看他们两个人在吵架 然后大家就借实这样讨论 学习跟自我面对 那他们夫妻也听徐士的话 要常常沟通 表达真实的感受 那有一次他跟他先生就到 这个操场去散步 然后他先生就在 讲他的原生家庭啦 讲说这个家啦 怎么回 他在我面前永远讲别人的故事 讲这个什么家 讲同事之间的故事 比如说他 举例来讲 比如说他要去帮助他姐姐 帮助先生的姐妹 那说让他觉得 还是有一个家啦 怎么样啦 然后天色越来越黑 然后他们在操场戏去散步 他不知道 市美已经开始慢慢变脸了 对 黑也看不到 其实提到这个家这个字 好 市美那时候终于爆发了 接近歇斯底里的大喊 家 家 家 我家给你这么多年 我什么时候有家了 没有家的感觉 我没有家的感觉 所以你们看市美好像每次想到 自己是一个大女人主义 我告诉你 他其实小女人的很 某些部分 他其实是非常的认分忍气吞声 是 他在这个家 他从来没有家的感觉 家 然后开始吼出来了 对 这是你的家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家 对 这是你姐姐的家 这个家什么时候是我的家 那比我现在的声音更高八度 也很沉痛欸 对 其实你说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在生病就是因为 第一时间就进入学习嘛 那进入学习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被传统 虽然是嫁出去的 嫁到的家 人是这样 因为他们也是守传统 他们不是什么坏人 他们就是一个很淳朴的 一个淳朴家庭里面 那我不太会去跟公婆 即使这是我内心自己觉得不满 可是他们并不是有太多的那个 那个 就是他们也不是伶牙俐齿的那种家长 他们也是就是很传统的那种 那我不会是正面跟他们有冲突 我恶言相向 因为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忍耐压抑 你看他一副好像那种很大女人的样子 其实不是 他是知书达理 然后这个知所进退 然后其实就像小时候 那时候父母不是宠爱弟弟吗 对 他就变成哑巴了 我也不跟你吵 我就不说话了 是 我就不说话了 对对对 徐师讲的 这个其实是类似的模式 常会到当然会出问题 对对 都吞进去 对 因为有时候就会觉得 你想要去改变也没有那么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在运动场的那个愤怒是 因为我长期 长期的感受没有被了解 而且我的感受讲出来 或许在传统里面也不被接受 那是因为有去学习 我老公也有去嘛 所以我内心的那个愤怒 那再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会因为有学习 就会有很多东西 就会越来越明了自己的情绪感受 是什么 那我就发现 怎么一直都在跟他激同压情 而且他完全 他非常的爱我 可是你根本 我都看不出你 你为我做什么 你只是做你想要 用你的方式来爱我 做你想认为你给我的爱 那一种爱 所以我的情绪感觉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在那边走走走走 我整个情绪就发作 那发作的时候我就发 我就开始 其实那个也是个议题嘛 就是结果这样子 我就把对家里的所有不满 我不是说 对父母的不满 对家里成员的不满 这些平常我不会去讲 我不会跟我 跟我婆婆 或跟我公公 或跟我大牛公 就是二阳先生在那边吵架 我不 我看起来很犀利 我可以跟他吵架 我也不一定会说 我在家里的话 我还做了一件 让人家很称松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家庭 你怎么有办法 继续待下去 可以撑这么久 你真的很不容易 这真的是 很容忍很忍耐的 用命 后来到最后 很多年之后 那朋友才会 很多朋友都跟我这样子讲 包括他妹妹的老公 也都跟我讲说 不容易 我想说 为了要得到那个 不容易三个字 所以我这里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 市美能够创造 大家觉得 医学的一个奇迹 是 在短短的七个月 好 从一个 转移到肝的 肠胃道肌脂瘤 到没有活体癌细胞 对 好 其中有一部分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 是他的很认真很投入 是 那第二个 因为当他来 参加许医师的 工作坊也好 团僚也好 他发现 所有他放在心里 说不出来的话 徐医师帮他说出来 对 徐医师帮他说出来 所以每次 徐医师说完之后 他就觉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很舒畅 而且先生也明白了 然后他回去 就根据这个能量 再继续跟先生沟通 才真的慢慢 夫妻之间 达到一种沟通跟了解 其实也比较真实了 对不对 对 而不是说只是人 有人停 有人停 对 因为我跟我老公的沟通 我老公都觉得 因为他站在他的角度 看待他的事情 他觉得我应该 体谅一下就好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去参加许医师的话 因为许医师他就会分析 至少 我虽然很叛逆 可是我内心有很多的 社会框架 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你的这件事情 那我跟我妈讲 我妈也 他们也没办法 你就忍啊 我跟朋友讲 也没人挺我 他就很好 反正都很好 就是他觉得 为什么都是你 你对 可是明明我这么痛苦 明明我活不下去 为什么 所有人都说你是好人 因为你真的在他面前 表现得很好 只有许师 占他的心情的立场 从他的内心说话 你老公真的是一个大坏蛋 他真的很糟糕 然后他就说你终于 原来你真的知道 所以不是表相 看起来那个而已 对 其实我也不是说 先生不对跟不好 而是他 能努力想当一个好人 可是他没有 好好的去处理 太太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传统的好男人 我们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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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一直压抑下去 对 可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像四美这个疾病 跟我们那种 我觉得好想被疼惜 是 然后好想被 被捧在手心上面 对 被支持被爱 对 尤其是从小 从家人里面得不到 对 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先生身上 对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 其实可能有这样的遭遇 那我们可能选择 对待自己的方式 可能像四美一样 就是我就忍气吞声 我就装聋作哑 但是我们像在我们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 或有内心有这样冲突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就会导致一些疾病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 从这种冲突或矛盾里面 活着稍微平衡一点 好 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如何先对自己内心诚实 这真的好重要喔 但真的很困难 对 比如说刚才我在分析 这种美的个性 其实不要说他在跟他先生 他先生在跟他演 演一个好男人 然后无微不至 然后尽心付出 他也在演给他先生看啊 嗯 他也让他先生误判情势啊 他也让他先生觉得 我没有关系啊 我脚踢一下门 我还是去洗碗啊 我不高兴嘟囔一下 我还是去做早餐啊 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很真实的 面对他内心的真实感受 所以你刚刚讲的 在我们赛事身心灵的学习里面 今天不是说我要对谁大声咆哮 也不是要对谁说什么 是我没有先静下心来 在当下很真心的回来 面对我内在的真实感受 是 我外面给人家看到的是 好像很知书达理 或是我觉得我都同意 可是我的内心呢 我内心有没有很大的委屈 很大的愤怒 或是在我很好强的背后 比如说像世美 你看他这么的选择这个先生 同一个家境还不错的 可是我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的婚姻出问题啊 嗯 或是 我也不想要跟我先生示弱啊 对 我不想跟他示弱 所以明明我内在是很想得到爱 或明明很想依赖 但是我为什么要 用一种柔软的方式跟你说话 我反而更 来 你给我怎样 来 你去干嘛 对 好我就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回来面对真实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 在疾病的疗愈里面 面对自己很真实的感受 是第一步 而且是非常重要 好所以今天其实在 这个节目里面 我看到世美 其实说实话我也很开心 是 因为大家知道 许师跟世美也认识了十五六年 对 那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 不是很多 可是我一直觉得 世美跟许师一直有一个默契 等于说 他一直把许师当成他的老师 他一直觉得许师说的话 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的力量 是 他也一直尽量回家 把许师跟他讲的每一个重点 试着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 那我觉得其背后是一种信任 是是是 好 其背后是一种 类似像一种默契 我记得那时候 世美提到一个概念 他说 他平常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么怪的人 没想到他还出现 许师这么怪的人 好像在这个世界 你就会找到有人懂你了 对 那样的一种被了解 那因为被了解 那又被看到那个委屈跟难过 所以重新被激起了 原来当医学说 我是3加1癌症的病人 可是许医师说 不是 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 是 许医师说 癌症疗愈 用心灵的力量 其实是很棒的 对 许医师说 身体是有伟大的潜能 是 当我们把负能量清除的时候 而那时候 世美紧紧的抓住这个东西 嗯 好不好 刚才我提到 不管是听有声书也好 对 不管是做夫妻的沟通也好 对 先生在面对太太的生病的时候 刚刚世美特别提到 瘦了5公斤 对 这么一个 把肠胃道当第二大脑的人 肠胃皮脑子 重要的人 没有 这是开玩笑的 好 竟然瘦了5公斤 对 那时候世美才第一次真的感觉到 原来你是爱我的 对 他用这个方式在讨爱 否则我不知道 你是爱我还是爱你的家人 嗯 你是爱那些传统观念 还是只爱 我是一个符合你期待的角色 对 你是爱我这个角色功能 你爱我这个太太是因为 我能帮你把家事做好 我能帮你生小孩 我最好还能帮你赚钱 我最好还能帮你孝顺公婆 你是爱我有这些功能 让你无后顾之忧 还是你是爱我这个人 重此我这些功能都没有了 重此我快死掉了 你爱我吗 对 这是常常每一个人想问的问题 对 所以我刚才讲 常常人最大的痛苦跟失落是什么 就像自美是一样 当我已经 医生告诉我 我只能再活三个月 对 我看到你的焦虑 是 我看到你 你觉得世界快崩裂了 对 我那天才真的觉得你是爱我 对 不是爱我是个乖乖牌 不是爱我是个好媳妇 不是爱我结完婚第三天 起来帮你爸爸妈妈做道餐 对 不是爱我帮你生小孩 对 是爱我这个人 而那个才是他后来真正愿意去放下 真的愿意去让自己疗欲的关键 就是这个婚姻还值得我奋斗 对 这个人生还值得我活 对 所以我不打算走了 对 许律师刚才说了这个 其实就是你有学习 没有学习之前 我所有的愤怒跟 自己觉得人生很悲哀这件事情 我能怪别人就去怪别人 因为这找一个支持的力量 就是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这个部分 那当然许律师他也常调说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创造的 包括疾病都是你是创造的 那你本身有这个创 有创造力 所以他当初也是想说 这个生病是你自己创造出来 我心里想说对啊 你怎么不知道 对 那所以你看到自己的人生 是自己创造的这一个部分 我发现一路走来真的就是如此 我以前都觉得父母重男轻女是父母的错 对 那你们家守什么传统 那我都觉得 后来我其实发现 其实我在家里 他们家其实影响不了我 根本看到我 他们就跟看到鬼一样害怕 他们其实也怕你 对 所以我在家里是一个非常有权威 像他们在讲话 一直要进门 听到卡布 现在大家闭嘴 所以我不是那种乖乖牌的 那个媳妇大家都 就我要去卑躬其军 你看我行尸走肉 我装容作业 就有那个威严在 他们其实很怕 就是一张脸这样拉长 群之走肉 双容作业 对 人家都怕 对 所以他们 因为我想说他们本身也很传统 你看我老公他们就是一个很老实 所以他们对一个权力 一个权威 其实他们本身没有多大抗 那我居然又拿了一个权杖 我拿了一个权杖 那我在这个家里 结果搞到自己生病 结果还要怪说 你们那些懦弱无庸的那些人害的 我一心里讲 晴天 后来我看到自己创造力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有点晴天霹雳 我就发现说不对啊 我的人生我是由我自己扭装 我为什么要去怪别人 由别人来操弄我的人生 结果一路走来都在怪 怪这个怪那个怪那个 对 其实我总的学习过程里面 我就觉得看到自己的个性很重要 看到你的人格特质很重要 是 因为你如果看不到 你永远不知道 你应该改变的东西方是哪里 所以我比较多的就是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身体身边是一个 另外一个创造的筹码 那让你回来看到 你心里出了什么 所以我就朝说 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是怎么 我要怎么去调整 我的生命态度 我觉得其实这个分享 其实真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就是刚才四美这样讲 其实以前好像都是责怪别人 然后感觉比较多可以说 可是其实他在整个学习的 一个历练之后 其实他现在做的这个分享 其实我觉得是给 我们这个荧光目前 就是说我们可以放送的 所有的频道 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 观众朋友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真诚 而且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分享 我觉得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那接下来我想要回过头来 我们问一下我们战医师 就是我们节目接近卫生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么多 就是肠胃道 对不对 我们应该怎么样 善待自己的这些方式 那给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一点建议 医学上很多 就是其实好像就是 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触及到 真正的核心 其实它比较是 还是一个 比较是处理一个表面的状态 应该是这么说 那我们好讲说 其实刚刚提了那么多 其实跟四美真正这个 就是肿瘤有关的 还是它其实它有那么多的负面的 心情跟情绪 它整个都压抑下来 对不对 压抑下来之后 但是我们肠胃道 没有这一类的消化液 可以去消化这些情绪 所以就因此累积下来 就创造了肿瘤 那所以其实对于肠胃道来说 有时候我觉得 其实肠胃道其实还蛮无辜的 因为它在负面情绪上面 尤其是我们说各式各样的情绪上面 它是首当其冲 所以对于就是要如何保健肠胃道 其实包括其实在医学上面 也都认为其实情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在1915年 生理学家Walter Cannon 他都他那时候发现就是 惊吓的状态会引起肠胃道的一些症状 对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研究就是 好就是情绪对肠胃道的影响 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身心症 都是反映在肠胃道 就像大家说那个大肠肌躁症 对 或是大家难过的时候 会不会吃不下 胃口不好 对 胃口不好 因为肠胃不蠕动了 对 这些都是情绪影响肠胃 但是我想说 如果情绪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功能 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有情绪 是是是 是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刚刚许医师讲的一个叫 诚实面对自己 诚实面对自己 就是我们有什么情绪 我们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为什么面对这个状况 我有这个情绪 对 然后从这个情绪里面去更理解 跟接纳自己 让这个情绪的影响力降低 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在 学习身心灵这上面 就是我们从医学 转到身心灵这个部分的 结合的一个保养的观点 是 那当然其他很多 就是说什么定时定量 吃饭要定时定量 不要太饿也不要太饱 不要虐待我们的肠胃 再来就是说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我刚刚说我们的牙齿 对不对 是负责把食物 对不对 就是大块的食物变小 然后嚼烂 好 然后吞下去 所以 胃才比较方便消化它 才不会增加胃的负担 然后再来就是 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 所以这些饮食上的注意 还有避免太油腻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你吃哪一些东西 你容易引起你的肠味道的不舒服 因为有一些 譬如说像地瓜 玉米 这些可能会容易造成脏气的食物 是 黄豆 豆腐 这一些都可能 那如果你有这一些 你可能也要尽量 就是减少 但是不要完全不吃 就是为什么 因为饮食还是要均衡 好 谢谢詹医师的提醒 那最后最后 我想要再请徐医师给我们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个肠味道的肌脂瘤 从肾心灵上 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些 哪一些的这个方向 请徐医师给我们一点点建议 是 我想再补充刚刚詹医师的那些提醒 其实我们这样讲 传统医学或保健的那些概念 其实都没有不对 也没有不好 那只是他比较强调 只是他的表象的部分 对 我们那表象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 能够还原到他内在的 身心灵的概念 比如说刚刚 赞医师提到的 放松心情 比如说不要自我要求太高 或者有时候我们做运动 瑜伽 按摩 冥想 每天给自己20分钟 听个音乐 包括30分钟 听许医师的网络牵上的冥想 对 那其实这个东西 包括我们讲做瑜伽 因为瑜伽 你一定是在做平衡 就瑜伽某些动作 你会跌倒 对 所以瑜伽看起来 是让你在找身体的平衡 其实他是在帮你建立 情绪平衡 是 是 因为身心是一体的 对 所以身体的一个平衡 其实背后 都蕴含着情绪是要平衡的 对 那比如说我们讲 少量多餐 或定时的用餐的这个习惯 其实是在告诉你 你 不管工作再怎么忙 不管下午是不是要去嘎支票 对 你都不要忘记爱自己 嗯 他背后的提醒是这样 是 好 那室美的部分 其实让我有很深的感触 包括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刚好也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对 那我在想大家会恐慌的地方 是因为目前还没有研发出疫苗 没有药物 可是今天 全世界这么多 常会到肌脂瘤的人 对 很多也都往生了 今天15年了 是为什么站在这里 你说完全是Glyvac的作用吗 我不相信 嗯 你说Glyvac全世界那么多人在吃 对 为什么也都往生呢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 要大家回来相信身体 是 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 嗯 当我们的身心灵方向对了 比如说在室美的状况 我举例来讲 像室美 其实内在是个很骄傲的人 可是骄傲的背后是 其实很想得到爱 就是说 可是他的方式是愤怒 跟 尖默 对 好 跟让自己内在受伤 是 在面对先生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觉得 你如何让自己是 愿意更去呈现出你的 想讨爱的那一面 这是脆弱的那一面 是 是 而不是带着受伤委屈 可是又 好像要他猜中你要的是什么 嗯 要他猜中你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如果 当我们的方向对了 能量交流了 或是 在 赛斯的心法里面 当每个内在的扭曲跟问题 被诚实的面对 他都会包含他自己的解答 而如果能量能够流动 夫妻之间能够有一个 好好的交流 其实都会导向疗愈的过程 是 所以身心灵的医学 其目的不在于反抗或推翻 所谓的西方医学 是 他是尽我们所有的努力 而来激起身体的伟大自我疗愈力 是 他是激起我们所有的努力 让身体全力以赴的 帮我们恢复健康 其实跟西方医学也好 跟中医也好的 对 目的都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道路上的时候 同时信任身体的自我疗愈 同时我们会做所有的努力 学习能量的释放 来让身体被支持 加速身体的疗愈 我觉得这才是未来 治疗上的王道 实在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觉得 徐氏讲的这个真的是 我们大家都要往前面 去迈进的一个方向 而且其实我觉得 我们身心灵 跟这个成长学习 跟健康 其实跟医学 不管是中医或西医 其实是没有抵触的 对 大家都是要让身体 把这个身体 会这个生病的阻碍拿掉 那怎么去明白这个阻碍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对 那谢谢许医师 湛医师 还有四媒的分享 那今天我觉得 在四媒身上看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开始我觉得 好像是 可能是我的错 可能是别人的错 但最后在我的学习 我终于明白 我终于了悟 就是说我的实相 我自己创造 我是有力量 可以去改变 我的实相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今天的学习 也是觉得很丰富 也很感动 就我觉得在照顾情绪 这件事情上 其实我们大家都做得太少 而且就是 常常在忽略 忽略身体 然后忽略自己的心情 所以在身心方面 我们都 真的要回来好好照顾自己 尤其在现在这种 脚步这么快速 这个节奏这么快速 工作压力 或各方面压力 这么大的一个 生活步调之下 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要给自己一段时间 自己去做静心 去做冥想 或者说 跟自己多一点相处 跟对话的时间 其实照顾自己的情绪 就是也是对待自己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把心情照顾好 我们的身体 它自然 有它自己运作的 一个自然的节奏 那非常感谢 今天所有的来宾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面 观赏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那希望大家 持续的支持我们 持续收看我们健康新知识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LCA这个 它的典型的表现 症状就是说 它通常是 在一个孩子一岁之前 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孩子 他的视力上 可能是有问题的 从他没有办法正确的抓取玩具 或者说在学走路的时候 好 这些的方向的 等等这些表现 有一次喔 我搭汽车车 到我要到目的地之前 他问我说 要在哪边下车 我跟他说对不起 我因为看不到 可能需要你帮忙 他开始生气了 我要知道你看不到的话 我根本不会在你 结果这个故事的结局 真的是超展开的 在心理层面 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们 怎么样去导正 宗教的这种业障观 另外就是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 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是 一定要把一个病治好 而是罹患这个疾病的人 跟这个家庭 整个那个爱的能量的流动 跟当事人他怎么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状况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 带着这么多的恐惧 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 你是否问过自己 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 及孩子们 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 能够对未来充满了 期待跟喜悦 而活出生命的 独特平安跟自在呢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成立了 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 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 提供一个向内觉察 传递正能量 协助每一个人 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 我们的内我的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喜悦跟潜能打开 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来活出身心灵 平衡健康的人生 而这十几年来 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 一共自播了 身心灵的公益讲座 读书会 近两千场 而我们所有的 时事健康节目 也近一百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支持我们的理念 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 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 而您的小小的捐款 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 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 尽每个人能尽的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能够与我们 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 再次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待